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1号 昨天7月10号人民日报又开始竖起文革社评风格大旗 鼓吹要求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什么是正确的就业观呢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 说不仅能够留下无悔的青春记忆 而且将在基层摸链中获得受用终身 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社会长期处在一个党宣的巨大逻辑矛盾当中 这时间长了就把这种混乱逻辑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思维模式 为什么常常可见那些五毛啊 粉红啊 它那个混乱 你跟它讲不通道理呢 它的根就在这里 你看吧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 你说 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人民 是啊 如假包换人民的一部分呢 但是这些刚毕业的人民要去他们最需要的地方 去中石油 去中石化 去国家电网 烟草公司这些央企去发光发热 我不干别的 洗厕所就行 我不做业务 去成都太古里我牵领导手 可以吗 不行 当你最需要去这些好地方的时候 你发现你就不是人民了 那好吧 不算人民 我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总可以了吧 地方政府 债务爆雷 金融系统爆雷 这都是需要解决问题迫在眉睫的祖国需要的地方吧 那么好 新毕业的大学生主动要求去踩雷总可以了吧 是不是 我去地方政府踩雷去 我到城投公司 我到各大银行就业去 不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祖国这些出大问题的地方 都是有五井站岗的 闲人莫尽的地方 是你觉得祖国需要 但是实际上祖国不需要你的地方 是吧 其实祖国和人民这种话术的背后有一个词 叫做权贵 权贵有个绝招 叫做变脸 当需要人民去供养奉献的时候 它们就化身为祖国 它们就绝对不会内循环 什么小板凳吃烧烤 也绝对不会身先士卒乘坐登陆舰去打台湾的 那个时候它们绝对不会是人民 那么要分配社会资源 要分配国家权利的时候呢 好嘛 化身了人民 什么成了基金的老板了 什么核酸检测的生物公司的老板了 什么国企总裁了 成了人大代表了 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的时候 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什么祖国的 而英美 澳洲 新加坡 是吧 任哪个国为先祖都行 无悔的青春记忆 对于习近平来说 就是梁家河找启池 喷了他一脸的大粪 受用终身的魔力呢 应当就是他炫耀的200斤十里不换肩吧 是吧 当然这一切对习近平来说 其实并不美好 如果美好 他怎么会削尖脑袋挤回北京独亲华呢 如果热爱艰苦热爱基层的魔力 他为什么要动用家族关系从内地调动到沿海福建呢 人民日报说到工厂去当蓝领工人 家到农村去当新农人 实在吗 可行吗 国家统计局长福林辉说 一个星期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 这样的城市就业环境是年轻人放不下身段 不愿意去当蓝领吗 不是啊 这一个星期一个小时的工作根本就养不活自己 当天干完活 当天三顿饭的解决不了 一个星期剩下六天都处于饥饿状态 对不对 中共近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数据 一个是高盛将第二季度GDP的即环比增速 预期呢从4.9%下调到了1% 另外呢 全国人口从1961年以来首次下降 这两个数字揭示出北京方面所面临的严峻长期挑战 但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数据 则凸显了更戏剧性更迫切的问题 中国企业没有充分雇佣最年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 中共官方发布的五月青年人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0.8% 而随着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这个数据将进一步恶化 刚才说的统计局局长的那番人说话 不仅你想想让人不寒而栗 对不对 那些所谓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一个小时的人 显然是已经跳出了20.8%的失业率之外的 因为他们就业了 按照中共国家标准他们都已经就业了 我们继续想 如果一个星期只有一天能够吃饱饭 剩下六天都要饿肚子都属于更好的生活状态 那么那些20.8%的城市年轻人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这样的高风险无助的社会 也许下一个小时就会爆炸 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它经济学教授叫Nancy Chan 她表示呢说 推迟进入职场或放弃求职的年轻人 不被寄入官方统计的求职者数据当中 如果把它们加进来 实际失业率会更高 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调查 在去年秋季招聘期中 约有45%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没有收到工作录用通知 那城里呆不住了 那么好 下到农村去当新农人呢 毛泽东时代农村不就消化了文革初期巨大的城市失业人口吗 还更化解了广泛的阶级斗争 城市武斗的混乱局变吗 那么这条经验习近平是不是可以使用呢 要知道农村孩子大学毕业还是回到农村 这是多么悲剧的一件事情呢 那么多农村家庭父母离开自己的村庄 离开自己的家庭去外面务工 攒读书费来供孩子读大学 甚至家里面多数的子女 那主要是女孩什么姐姐妹妹 牺牲自己读书机会 全家拼一个孩子出来读大学 这是不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现实情况 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什么 用有限的家庭的全部投资 让孩子摆脱贫困吗 好嘛 现在花了一家人一辈子的积攒 这孩子读完书又回来 回到农村了 考上大学那个骄傲四年 马上进入了绝望 回乡哪有那么轻松 哪有报纸和当官的说的那么轻巧 还无悔青春受用终身呢 农村出来的孩子有走回去的勇气吗 回去了 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家乡 面对自己的亲人 在原生家里呆得住吗 面对那些因为你上大学而失去了教育 在家里打工的那些妹妹姐姐们 是不是 别受用终身了 我就问你会有多少孩子 会绝望的走上轻生的道路 就你这条政策 另外习近平处处学老毛 但这条还真的就走不通了 文革时代农村还有集体生产大队 上山下山还是叫集体分配劳动力资源 是不是 现在都包产到户了 非农业人口再去你连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 而且习近平前一阵子退耕还零啊 什么农馆啊 折腾农村的政策一捣鼓 农业资源浪费的更加严重 别说大量的城里人涌入 农村人口本身都已经艰难度日了 再涌入城里人 那么人为的增加中国社会巨大的矛盾吗 打呗 这样的巨大矛盾如何产生的呢 这种就业矛盾 还有没有化解之路呢 对于这一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也表示 就中国这种失业问题 它实际上反映叫做就业错配的现象 中共政府未来几年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人民日报号召说下工厂下农村这个话语 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是一个核心问题 中共没有创造足够多高工资高技能的岗位 所以说要去当蓝领 这个意思 而这些岗位是中国不断增加的 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所追求的 你怎么能阻挡那些年轻人的追求吗 其中许多人比前几代人有更高的期望 那瑞士现在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一就表示说 中国的青年人高失业率不是暂时的 而是结构性的 什么是结构性的问题呢 这种结构性问题根源是什么呢 中国呀 改革开放走的是低级的来料贴牌加工路线 因为中央政策的偏离 所以那些中共的权贵们捞快钱 是吧 当然更重要就是这个政府 从来就没有建立可靠的社会信任 因此扎扎实实做民族品牌的人 搞自主产权的人有没有 有 凤毛麟角 就算有一些资本和市场积累 想做一点事情的民族资本家 也会被不断换代的贪官们盘剥 是吧 今年让这个局长吃饱了 明年换新局长 所以永远喂不饱的贪婪摧残了这些企业家 现在中共面临芯片产业的巨大瓶颈 可是你看一看 就是海峡对岸 雄霸全球的台湾芯片 他们台湾政府支持 也就比中共这边最早的科技园 也就早了六七年而已 而1987年台湾才介入专业代工制造 形成产业 这跟当时的广东、东莞、南海 几乎也就是一两年的时差呀 那为什么台湾起来了 大陆却摔倒了呢 大量失业的同时 中国的制造业却经历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制造企业当中有八成报告说 他们有10%到30%的劳动力缺口 而根据中共交易部的预测 到2025年制造业劳动力缺口将达3000万人 制造业缺人 高科技领域也缺人 他们也有类似的人才缺口 阻碍了中共实现技术资助 半导体部门说 今年有20万个空缺 招不到人 人工智慧领域、AI领域空缺更是大 达到了500万人 即使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STEM这个领域的毕业生 中国出来的是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啊 结果情况也是如此 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没有去填补空缺岗位呢 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来的一代 被称为新生代 由于中共高等教育的所谓改革 规模扩大了十倍 所以新生代中的四分之一的人 获得了学士学位 仅仅是早一个时代 早十年 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 这个比例只有6% 但是中国现在大量需要的不是高级学位 而是针对操作复杂设备 或者运行自动化系统等工作的技术和职业培训 这就是为什么95%的职业学校 怎么说职校的学生毕业后就找个动作了 那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命运截然相反 所以说什么硕士烧烤、博士当家教的到处都是 与此同时高科技公司也在抱怨吗 事实证明文凭并不一定能转化为高科技部门 或者智能制造公司所寻求的技能 所以中共教育体系的设计 它就是与现实世界脱节的 内容却是填鸭式的灌输 与实际需要无关 最大的本事大家都共同具备的就是习近平思想 得学透 得记一辈子 如今的毕业生只具备对这个标准化考试的这种适应 考试技能很高 那肯定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对现实世界的经验 这个灵活的思维甚至个人激情的需求 你有没有创造力 没有 之前的青年人失业率不明显是什么 就相对之下呀 中共的经济比现在好一些 是吧 没那么多私企倒闭或者前往越南等外国 没有关系进不了中石化中石油的 你去普通的民企也可以就业 但今天不同 中共的这个经济已经出大问题了 赖以输血给它的这些外企合资企纷纷撤离 到其他国家经营 出口订单大幅消减 也导致很多企不敢招人 甚至还裁员了 就连科技行业都在裁员呢 所以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今天就特别突出了 那你说中国有这样的问题 西方就没有就业问题了吗 西方也有甚至也有结构性问题 但是为了让它不成为危机 社会一直在有效的化解 比如说高不成低不就 这种问题怎么化解呢 很多西方国家 考大学读大学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 通常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 有很多类似大学文凭的各种专业证书 有时候这些专业证书 比单纯来的这种大学文凭更受雇主的青睐 咱们说欧洲的英国吧 它就是个叫行业认证国家 很多行业做上去 你要拿一个资格证证 比如说你法律线你毕业了 你是大学毕业生了 你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就成为律师 你要必须到律师行先干两年实习生 参加律师认证考试才成为律师 我建筑期毕业了 我出来就当建筑师了 不是 你得考 要通过建筑师认证考试 会计系大学生也要通过考试 才能成为注册会计师 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考生相比 大家都来考这个资格证 你可能呢 你没读过大学 你也就是免考几个科目而已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进过大学 你只要通过 比如说会计行业的认证考试 你同样可以成为会计师 不必高学也可以高就 是不是解决了一部分的结构问题 另外呢 社会也在努力帮助个体先低就 然后再高学 帮助你保障生活的同时 还有更好的社会上升空间 知道中国这种例子就是了吗 你家庭贫困 家境不好 你可以先就业 边就业边再去接受高等教育 西方有种叫做什么 叫学徒制 有这种途径来接受高等教育 中学毕业后你不去大学 你先上班 去应聘企业的学徒 那取业也欢迎你这样的人来 让你这个学徒根据他这个企业的需要 去你去大学学习相应的专业 你不上学 在企业实习领分工资 大学学费全部由企业负担 实习期间还有工资 西方的大学也很灵活 或者part time上学 那你这些学徒就可以part time上大学 企业这边你part time工作 是吧 那你说part time大学生 和这个全日制full time大学生区别是什么呢 几乎没有区别 所学的内容一样不少 都是达到学分才能毕业 那学徒制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企业来说培养的毕业生就是他需要的人才 定点定向 那对于学徒来说呢 大学学费免了还有实习的这个工资拿 毕业后马上就业 工作有保障 这就避免了中国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考制度 是吧 教育也可以因虚而失教 出来的人才呢 高也成 低也就 在世界范围内 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 跟现在一看呢 跟这个卢旺达和这个伊朗差不多 而在亚洲呢 青年失业率远高于哈萨克斯坦、越南和台湾 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就业问题 加上经济情况的转坏 中国大陆目前是利器、社会利器越来越重 各种凶杀案的层出不穷 稍不如意就发生那种报复社会的恶性感觉 但是就算韭菜们现在是脾气火爆的很 你问问他是不是愿意打仗呢 跟谁打一仗出口恶气 是吧 今日呢 一则叫如果国家发生战争 你愿意为国家而战吗 就这么一个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你看呢 里面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非常清晰 说国家如何待他 他就如何回报这个国家 那么我们看国家如何对待韭菜的呢 你看看中共如何对待所谓保家卫国的战斗的老兵 这些四川参战老兵集结 发生了生存问题了 就遭到当地警方用人墙拦堵去路 这老兵就很感叹 是吧 就这帮孙子今天对待我们这个方法 都是当年我们对待老百姓的办法 当年也当兵当警察嘛 是吧 连中央工作组都到达成都了 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管这些老兵的基本生活 用完了就扔嘛 他们连上访的权利都没有 反而还要遭到中共的铁拳镇压 但是不管怎样 咱们说啊 终极危机 催俗终极解决方案 中共即便明知打不赢 也很有可能会冒险进行一场军事冒险 因为战争可以实现对权力的终极巩固 对社会的终极控制 习近平7月6号视察东部战区说 喊出了说中共军队要敢打仗 其实很有意思 只说敢打不说打胜 那跟原来说的这作风庸良 这个能打胜仗出路很大呀 看来呀 重点已经像打不赢也要打 疯狂进发了 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那位 著名的已经进入恐怖六级的老粉红李毅 上次刚说说武统台湾死一点四亿人小赛一点 是吧 话音未落 这次一听习总的话很激动啊 迅速建议 如果与美日欧发生全面战争 中共的九千万党员可以上战场当炮灰 还有中共副省军纪以上的干部 每家应该出一个壮丁上战场 有儿子上儿子 没儿子上女婿 没儿子没女婿的上侄子上外甥 这个叫广东话叫什么 叫喊嘎啥嘛 全家得清算掉 说北京出三万干死队 上海出两万干死队 去打美日欧 说实话呢 李毅啊 就是咱们开篇说的那种典型的逻辑混乱 加上癫狂之徒 不过这一次我支持他 尽管我们说咱们不鼓励战争 尽管人类不需要战争 台湾也不要战争 但是这一次 祖国和人民最需要权贵去的地方就是战场 好 今天人民日报社社评的社评就到这了 我们下回再见